吉安鄉盛安村人口述商近有6000人 社區使用活動中心頻率相當高 不過盛安活動中心卻只有一層樓 活動空間是明顯不足的 因此吉安鄉公所去年開始著手改建活動中心 把空間向上延伸 擴建出二樓約80平面積 預計在今年9月就可以完工 29日上午 吉安鄉長游淑貞在相關客室的陪同下 協同鄉民代表以及村長們 前往盛安活動中心 視察擴建的施工狀況 並且針對結構安全 無障礙設施以及施工品質 來做嚴格把關 謝謝我們縣政府 許正會縣長挹注500萬的建設經費 然後謝謝我們的代表會 也通過了我們智酬的600萬 總共是1100萬來做執行 那我們也知道 未來的活化跟使用率會更高 因為我們聖安公園 這個皇帝漁民以後 我相信在整個的配套上面 我們必須要有很好的一個策劃 跟我們的這樣的一個規劃性 所以今天把我們的品質要求好 我們也希望喔 在未來可以十足的提供給我們的老人會 我們的健康站 還有我們運動 甚至於是我們的體適能 還有我們瑜伽的姐妹跟研習的首座的課程 能夠更有效的活化 聖安活動中心興建及修散工程 目前已經完成了二樓結構體 內裝以及外牆裝飾 預計在九月份就會完工 看到活動空間逐漸成型 也讓社區市相當期待 聖安村的人口數將近有6000人 社區使用活動中心的頻率也是相當高 為了更貼近社區使用需求 在這次的工程當中 也將廚房廁所無障礙設施等納入工程項目 進行完整的建置與改善 提高整體安全性 也讓社區在使用上更為方便 記者 徐立芹 吉安相報導